因应银法族对于平板电脑以及智慧型手机的使用需求 玉里镇的真诚社区发展协会 特别为了这群乐龄的族群而设计智慧型手机教学课程 透过基本的操作生活应用APP的内容 来引导长者将随手可得的智慧型手机 转变成为社交休闲的工具 共同迈向活得老又活得好的健康熟灵世代 因应银法族对于平板电脑以及智慧型手机的使用需求 玉里镇的真诚社区发展协会 特别为乐龄族群而设计的智慧型手机教学课程 透过基本的操作生活应用APP等内容 来引导长者将随手可得的智慧型手机 转变为社交休闲的工具 共同迈向活得老又活得好的健康熟灵世代 安排一些有关会依照我们 因为我在一旅院在一旅路面的服务 我们一旅院有很多的社工跟技术 我借着他们的长彩来设立了一个系列的活动 让这些老大人选缓失智 这个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课程都找老大人都每天 因为我们从去年的12月份是失败到今天 得到的效果真的都很好 住民是从15岁以上而已 那我们最老的有90岁了 今年90岁了 我们这句点是没有分搜 有据搜每一个 比如说只要有服务条件 我们就都会搜 我们还有工餐 这次更是开放了两天的课程 只有开放30位的名额 报名日期从7月14号到7月18号四天 希望可以透过这两天课程 让更多的老大人们以及志工们 学习更多的技术技能增添乐趣 应应着超高龄化的社会 真诚社区发展协会 未来会提供更多专业以及实质上的帮助 记者高松双玉里采访报道